由张若云 李更西等主演的雪中汉刀行 正在火热更新中 看过原著小说都知道 此剧改编幅度挺大的 删减掉徐凤年和各位红颜知己的感情戏 只保留了真爱江泥的 两人感情进展神速 都是最懂彼此的人 CP感也是越来越有味道 其实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戏份 被删减很多 就是去世的徐凤年的母亲 徐凤年因为老黄的死开始学武 这只是其中一个诱因 而深层的原因还有两个 一个是他要接受北梁三十万铁骑 不懂武功不上前线杀敌如何服众 还有他母亲的仇 也要他自己去报 母亲吴素是吴家的女子剑仙 跟李洋皇后是闺蜜 李洋皇帝忌惮学校势力 不想让他留下后代 准备杀了怀孕的吴素 吴素被皇后骗辱 宫中吴素利用先例逃过一劫 虽然保住腹中的徐凤年 但损耗太大导致身体越来越差 生下徐龙相必是身亡 徐凤年一直记得皇室的仇 徐凤年后来成功首任李洋皇帝为母报仇 把北梁交给弟弟 带着江里远走天涯 这才是他们为以求的生活